北京时间4月21日,游戏最高总决赛在西安进入收官日的争夺 而这一天,最受外界关注的比赛,莫过于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了 全红禅与陈玉希迎来第15次正式比赛交锋 目前很多人之所以关注跳水项目,很大原因是由于全红禅的存在 2021年东京奥运会,当时年仅14岁的全红禅,一名惊人,用舞跳三满分的表现,惊艳了全世界 而在人们得知,全红禅来自于广东湛江农村 并且在听到全红禅那句要通过跳水赚钱,为母亲治病的时候,可以说是感动了无数人 全红禅孝顺懂事,天真淳朴的品质,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相对于全红禅出生原生农村家庭不同,陈玉希则是来自于大城市上海的一个体育史家 家庭背景的不同,让很多人对全红禅多了一份关心 自从东京奥运会开始,一直到本次跳水世界杯西安总决赛之前 全红禅和陈玉希在正式比赛中一共交锋了14次 详细对阵计入如下图表,全红禅五胜九负处于下风 不过全红禅获胜的五次比赛中,包括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这样四年一度的大赛 同时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全红禅在连续两届游泳市井赛中输给陈玉希之后 终于在卡塔尔多哈市井赛中战胜了陈玉希 至此,全红禅距离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的全满贯只差了世界杯的冠军 其实全红禅在去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赛时中夺得了冠军 不过要知道,从去年开始,世界永连对跳水世界杯进行了改制 由此前的两年举办一次,改成了目前一年举办多次分战赛和一次总决赛的形式 而去年全红禅在世界杯中夺冠的那次是分战赛并不是世界杯总决赛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全红禅想要实现在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上的全满贯 需要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夺冠 而本次西安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全红禅就应该实现全满贯的绝佳机会 北京时间4月21日10点,跳水世界杯西安总决赛女子单人十米台预赛正式打响 通过此前蒙特利尔和柏林两战分战赛的角逐 一共有12名选手进入到本次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舞台 根据赛事安排,率先进行的是A组的6名选手角逐 也就是整体成绩稍差的6名选手 B组的6名选手稍后进行比赛 而全红禅和陈玉希就处在B组之中 本次预赛结束之后,并不会有选手被淘汰 只是会按照成绩进行排序 所以本次预赛可以看作是一个排位赛 以预赛成绩倒序作为决赛的出场顺序 而决赛进行的时间是在4月21日17点 下面带来这场预赛的详细信息 第一跳,全红禅和陈玉希都是难度系数为3.0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全红禅得到78.00分,陈玉希得到72.00分 第二跳,全红禅和陈玉希二人还是同样的动作 为难度系数为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全红禅和陈玉希发挥的都非常出色 其中,全红禅得到了91.20的高分 陈玉希得到88.00分 两跳过后,全红禅以169.20分暂列第一 陈玉希落后9.20分,排名第二 第三跳 陈玉希第三跳是难度系数为3.3的626C 臂力向后翻腾三周暴息 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得到了87.45分 全红禅是难度系数为3.2的6243D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综上不难看出 全红禅在第三跳的难度系数 要比陈玉希少0.1的 结果全红禅依旧完美表现 几乎看不到水花 要说唯一的瑕疵 就是入水的角度并不是很垂直 不过全红禅这一跳 还是得到了88.00的高分 前三跳过后 全红禅依旧暂列第一 陈玉希排名第二 第四跳 全红禅和陈玉希二人都视难度系数为3.3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暴息 结果全红禅和陈玉希二人军事得到87.45分 至此前四跳过后 全红禅以344.65分 依旧位列第一位 陈玉希以334.90分 排名第二 最后一跳 全红禅和陈玉希都是难度系数为3.2的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结果陈玉希得到81.60分 总分为416.50分 全红禅得到84.80分 总分为429.45分 最终 全红禅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之中 陈玉希排名预赛第二 全红禅力争要在西安实现女子单人 十米台项目的超级全满观 祝福禅宝好运 谢谢大家 right now 陈玉希比较